阿弥陀佛 大家好 般若是六度里面的第六度 般若是六度之药 佛在大智度论说 五度如盲 般若如倒 全面五度离开般若 如人有足而无目 有脚没有眼睛 般若智慧就好像明亮的眼睛 指引人们走向光明大道 远离烦恼 般若是梵文 Bragna的音译 它的意义很广 一般汉语解释成智慧的意识 世间人通达世间的学问知识 事业很有成就 比如做科学研究 发明创造 电脑技术 医学 物理 语文等 为人 处事 智商高 这些都是世间的聪明智慧 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 万事万物的规律法则 还有能 清正诸法空向的真理 这是初世间的智慧 佛教的旗字代表六度 蓝色代表布施 黄色代表持戒 红色代表忍辱 白色代表精进 金色代表禅定 后面 后面这五种原色 全部都有代表 波罗 波罗 知会 对质 余智 余智就是无明 没有光明 没有知会 对事理不明了 不能辨别是非善恶 正邪 余智并不是傻傻的 什么都不懂 在2010年 有一位专业律师 杀害一名女富商 和三位同行的男士 他们是因为处理土地买卖的事物 而发生这人血命案 身为一名律师 他深懂法律 却知法犯法 有专业知识 却没有知会 一念贪心迷惑 而犯了大错 人一定要有知会 才不会做错事 余智的人不相信因果法则 固执邪见 胡作乱为 邪见是一种罪恶的根本 不相信因果的人会 无忌惮地造杀到阴望等恶业 邪见是由三毒产生 有些人因为余智而起贪欲 有些人由于余智而起称心 如果能接受佛陀教育 修智慧可破一切邪见 做个有证件 明摆事理的善人 是明不疑疑 不失舍贪 实际不悔犯就能安忍 能安忍才能精进不屑带 能精进才能安住修禅定 心定了才能好好思考 显现智慧 前五度是思想 第六度是理 智慧就是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 能够抉择如理还是非理 所以做事情是用手脚去做 可是判别是非 那需要有智慧来引导 所以前五度 任何一度一定要以智慧为一 波罗智慧是理智 理性的 佛经中有个故事 从前有两兄弟出家求到 哥哥每天精进持戒 研究经典 专心修习禅 非常用功 可是切不爱不失 平时很少与人戒严 往生之后 转世为佛陀的弟子 修得了阿罗汉 弟弟策勤劳工作 努力不失 帮助人 广介善人 可是切不守戒力 不学经教 不明事理 到年老时就过世了 有一天 罗汉哥哥去城里脱拨 可是切没有人供养他 常常要饿着肚子回来 路过王宫门口 看到国王心爱的百相 身上披着樱绕 珠宝的装饰 还有丰美的食物 过着舒适奢华的生活 证得阿罗汉的哥哥既有神通 知道这只大象就是他转世的弟弟 于是对拜相说 爱 你不如我 我也不如你 我和你都有过世 于是就有今天的果报 你因为不修会 结果死后 投胎出身道 我因为不修福 所以常常脱功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修会不修福 只是持戒诵经作禅 而不行不思 即使证得阿罗汉 还是免不了 长寿挨饿的果报 这就是罗汉脱空波 修福不修会 只是广行不思 而不持戒不邪经教 不修行 不求知慧 却堕入出身道 大象 辟阴落 福慧就像鸟的松义 鸟需要两只翅膀 才能在空中飞 只有一只翅膀的鸟 是飞不起来 这是福慧松修的重要性 福德与智慧 是人生幸福快乐的 主要条件 一般人都认为 幸福的人必须 祭备 长寿 康宁 富贵 浩德 善终 五福 所谓五福灵文 才是人间真正的幸福 世间福报 寿命最重要 没有生命 拥有再多的物质 财富也没有意义 长寿不代表健康 植物人或 长期患病 或病的人 虽然有寿命 同样是痛苦 长寿同时 只要具备 康宁才有意义 康宁是身体健康 内心安宁 身体没有疾病 内心没有烦恼的困扰 身心安康 家庭和乐 富贵是钱财富足 地位尊贵 拥有财富 贵是用自己的财富 去帮助别人 乐善好施 受人尊重 人要知足 生活就富 受人尊敬 就是贵 可是有些富贵人 边重 物质生活享受 却空隙了精神生活 因此 富而不乐 贵而不安 生活没有 安全感 不快乐 意识住行 坐立不安 好德 心性 人善厚道 慈悲待人 有良好的信义 好的德行 广激应得 使福报可持续发展 善中 是灵命 忠实如瓜熟 滴落 无忌而终 没有病痛 如睡觉 很安详地离开 这个世间 才是真正的幸福 人 想要善中 是需要累积 大量的福报 现代有些父母 孩子从小 就尽情让他 吃喝玩乐 享福 又不懂得 陪着自己的福分 平时又不重视 照顾身体 福太薄了 就没有办法 善中 因此 现在很多人 临终前 就不省人事 病得很苦 需要插管 急救 痛苦地离开 每个人都希望 拥有幸福的人生 佛陀劝导我们 如果要享福 就要努力修福 还要不断 种福 更要吸福 不断散播幸福的种子 才有幸福的收获 幸福是果报 一定要先有 修福和种福的因 才能享福 既不耕耘 何来收获 佛教我们 修福要受持五戒 奉行十善 以及修学六度四色 修福就是培治福报 受持五戒 不杀身 而仁慈爱物 救死福伤 敬老 服幼 帮人极难 不偷盗 而乐善好施 救济贫困 不邪淫守礼戒 除了正式夫妻外 不乱搞男女关系 不杀身 不偷盗 不行 是身修福 口不妄语 而说实话 不恶口 而说好话 不两舌 而说和和语 不取语 而说有意义的话 这些都是修口福 心不贪 不撑 不吃 是心修福 我们修福祭善 不要浩高骛远 要脚踏四地 先以五戒十善修起 明里受用如意 众人尊敬 善明流布 身心安乐 有一天 佛陀向一位农夫托波 农夫却对佛陀说 我耕田种骨 所以有饭吃 你不耕田种骨 何以要饭吃 佛陀说 我也耕田种骨 我是在所有的众生心中种田 剥下善种子 善根会发芽 茁壮 而你不是食物给我 就是在种福田 佛陀向他解释说 众生的心地就是我的田地 我勤劳地耕耘他们的心地 像牛这样精进 使他们拔除烦恼 得到真正的幸福安乐 福报不是凭空来的 一分根营 一分收获 福报是我们平时一点一地 善的累积 如农夫 种 庄家一样 春天播种 夏天灌溉培养 秋天才能有收获的喜业 以快乐 福田新根 孩子从小就要教他们 培制福田 播种善因 努力修福祭善 往后人生的道路 就会走得比较顺利 佛在大智度论说 福报来自福田 主要是敬田 丝田和悲田三种 福田是比喻 田 含有生长和收获的意识 福田既可生 福德之田 第一是敬田 敬田是供养三宝 以恭敬的心 供养佛 法 生 佛是大抉择 佛所说的法 是宇宙的真理 生 是弘扬真理的出家众 供养三宝 可以得大福德 增长智慧 身心安乐 共生可以适次供养 供养食物 可以让生众维持生命 安心修行 供养袈裟 装颜威夷 供养卧器 做电 日常用品 帮助生众 调色身心修习 让他们没有物质的切法 安心修道 供养医药 包括带生病的身众 看医生治病 让身众 长久注视 而能 积极弘法立身 将佛法 篇布世间 生保是一切 世间供养 布施 修福的 无上福田 恩田是以父母为代表 父母是我们最大的恩人 父母对我们 有生养 陪益之恩 我们应该孝敬父母 尽到侄女 散养父母的责任 让他们牢有所依 经典有记载 佛陀不能销售的一波饭 只有父母才销售得起 佛说 父母生我们恩重大 我们以沉静的心 供养父母一碗饭 胜于供佛 更何况能以礼佛之心 叩拜父母 感恩父母 富得自然不可思议 父母在世时 如唐上两尊佛 要懂得在恩田里种福 即使父母有缺点 也要包容 和记住父母 生养大恩 效养父母 报答父母恩 为自己陪赐福田 师长也是我们的恩人 老师传授知识 让我们视日明理 感念老师的辛苦教导 对老师要有恭敬心 恭敬心才能累计福德 悲甜是慈悲心 不思贫穷 悲苦生病 残疾的人等 当他人身处困境 窃吃少穿 生活困难 需要物质的帮助 局时身处援手 血中送炭 其实帮助他们 也是为自己种福田 对行动不便的病患者或老人 伸出援手 扶他们一把 对他们来说 也是摸大的帮助 甚至微贱如蚊虫蚂蚁 流浪猫狗等 给食物 使他得以活命 这也是一种悲甜 佛在世时说 不思贫穷孤老 和供养三宝的福报 是一样的 佛在梵王经说 霸福田中 看病福田第一 佛在世时 亲自为生病的比丘 洗蹄身体 并告诉人们说 照顾贫穷的病人 可以获得 无量无边的福报 看顾病人功德很大 病患者身心受苦 不思药物 使他们减轻病痛 看后安慰关心他们 使他们心宽意解 远离恐慌害怕 使他们内心安宁 尽快康复 知足常乐 知足的人就会快乐 知福的人才会幸福 很多人生在福中不知福 只知道享福而不知道惜福 古人说 享福就在消福 不惜福就会折福 惜福就是要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不要有一丝一毫的浪费 哪怕是极其平常的日用饮食 或取其必需品 都要施其来之不易 而避免浪费 奢侈浪费的生活 是在损减自己的福报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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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结果他逃到钱补债被捕 不知足的人不会惜福也没有感恩心 贪污虚荣 灰青如土 不知结业 求不得失这身厌恨 不惜谋害亲人 杀害父母简直是最大恶极 孩子从小就被父母教生惯养 宠坏了 没有好好教育孩子而造成这个悲剧 人生规划强调少年时要腿服 中年的时候要造福 晚年的时候才享福 父母要教育孩子从小学习 父母要教育孩子从小学习 借鉴 修福祭善 福田重新根 念念替人着想 帮父母效劳 帮忙做家务 替人服务 存善念为人生 累积福分 中年要造福 在工作上尽心尽责尽力 在家庭中 夫妻和睦 维护好家庭 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 夫妻的关系是核心 家和万事兴 家庭和谐是最有效的造福方法 父母与生坐着培养孩子的德行根基 在晚年 父慈子孝 子女成才 身心健康 晚年享福才是一生的幸福 人生追求的三样东西 财富 健康和智慧 有财富 没有智慧 会好心做错事 有健康 没有智慧 人生会空过 我们只有一基智慧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有了正确的判断之后才能做出正确的行为 什么事能做 什么事不能做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所以最关键是我们要有智慧 有智慧就不糊涂 处理事情有理智 绝对不会感情做事 处事冷静有理性 对一切是理 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孩子从小建立起 明辩是非善恶 懂得应用智慧 处事待人介物 清净善知识 学习是必要的 不断学习 累去经验 在节学习的过程中去体会和领悟 改掉自己的缺点 同时接受他人的优点 才能够提升自己的智慧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这是终生之计 教育是一生重要的事 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培养出来 人要有智慧 才能下对人生很多节者 假如没有智慧下错了节者 人生会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就是人生不能重来一次 有些人生是没有橡皮擦 人生最难的不是奋斗 而是节者 人生没有让我们幸福的感觉 其实是下对了 节者 我们要有智慧 才能下对人生的节者 假如人生下不对节者 往后还要对错误的节者 收拾残忌 人生很多时候 都是要有智慧的做节者 节者教育 饮食 朋友 事业 配偶等 建国居民教学为先 从业齐家教学为先 要建立一个国家 教化人民教育最重要 事业要成功 商业道德很重要 家庭要幸福美满 家庭教育 道德教育很重要 教育可以让人们明白道理 向上 了解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应该如何的和平相处 现在的人不重视家庭教育 家庭不讲伦理道德 不讲礼貌 夫妻 离婚离 年年上升 父母忙于工作 赚钱 忽视对儿女的教育 不能从以身做 儿女的模范 所以现在的子女不听父母的话 父母把教育的责任 交给学校的老师 现在学校教育多着重在 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传授 副列了道德 人文教育 所以学生不听老师的话 不尊敬老师 社会教育是经济竞争的地方 它是最严重的污染 每天的报纸 杂志 电视 电影 网络 手机 传达的消息是吃 喝 玩乐 大部分是教人 杀到淫妄 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只有利害冲突 没有恩德 情义 今天的家庭 学校和社会 大多舍弃伦理道德 只有宗教教育 还讲伦理道德 人识 博爱 和平 断恶 修缮 宗教都教人们 互相包容 互相尊重 缺席 忍让等 宗教教育 可以帮助稳定社会 进化人心 天下开平 父母智慧的抉择 家庭第一件大事 就是把孩子教育好 儿女长大成才 孝顺 懂事 懂礼 有光明的前途 父母终晚年生活 才能安逸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假如不把教育孩子 放在重要的位置 孩子不懂事 我们的后半辈 就会很难熬 饮食取机 对一个人的健康 非常重要 节折对了 身体就会得到调整 如果折错了 身体就会逐渐衰退 所以有智慧的折识 十分重要 俗话说 病从口入 或从口出 我们需要摄取养分 使身体健康 世间人对于饮食 比较重视养生 讲究 吃新鲜 有营养 又健康的食物 回教徒 对食物有选择 他们虽然吃肉 但是很多肉食 他们不吃 回教徒 为了保护自己的性情 对于心情不好的动物 都不吃 只选择 心情温和的动物 如牛 羊等 回教徒懂得养生 养性 比一般人高明多了 佛教徒 素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慈悲心 不伤害动物 这是养性 素食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他养生 养性 又养心 一个人想要健康 必须要身心调和 人除了身体之外 还有精神部分 就是心情 情绪的好与坏 与饮食也有关系 在《论言经》 佛讲五荤 葱 蒜 韭菜 叫头 洋葱又称性蛆 荤是草 是蔬菜 也称为心 这五样食物 甚至容易冻肝火 脾气 暴躁 发脾气 熟吃会产生大量的荷尔蒙 容易引起性冲动 为了保护好心情 这些菜要少吃 现在人忙碌的生活 没有时间自己准备食物 生活讲究方便和快速 因此快餐文化成了 现代人的饮食新风潮 联合国卫生组织 公布了十大垃圾食物 垃圾食物是指 食物只提供一些热量 没有其他营养的含分 或是提供超过人体需要的成分 如糖分很高的食物 不合理的饮食 会危害身体健康 第一是油炸类食品 油炸类食品是多了容易使血管阻塞 导致中风 心血管疾病 肥胖 致癌等 油炸食物也很不容易消化 因尽量少吃 第二是腌制类食品 腌制食物在制作过程中 会添加许多色素 防腐剂 还有许多化学品 会导致高血压 含炎量过高 导致肾负担过量 这类食物会影响 粘膜 系统导致对肠胃有害 易得溃疡和发炎 鼻咽癌等 天然的炎制品就比较健康 第三 加工类肉食品 新鲜的肉放在空气中 差不多三个小时左右就变臭了 加工肉制品经过 盐 腌制 风干 发酵 鸌 鲜或其他方法处理 可以提升口感和延长 保存时间 加工肉类食品 如肉干 肉松 香肠等 在加工时 有添加防腐气和色素 增加它的美味 压消酸 盐是致癌物质之一 过量的吸取 盐对肾脏 也是一种负担 第四 饼干类 现在很多饼干特别顺应消费者的口味 添加了许多香精 色素 糖精 这些货学物质吸取过多 会对肝脏功能造成负担 饼干 糖 分高 热量过多 营养 营养成分低 摄入过量 糖类会转成脂肪 因此现代人 一来一肥胖 不过低温 烘烤和全麦饼干比较健康 第五 汽水饮料 现在人喜欢喝汽水 解热消渴 汽水 糖分高 含人造色素 含磷酸 碳酸等 汽水酸度高 会溶解体内的钙质 导致骨质流失 胃溃疡等 橘子汽水 柠檬汽水的味道 都是由石油提炼出来的 一个分制造的 对健康无益 新加坡一位厨师叫林奇昌 他12岁就踏入社会 离开学校后 在一间餐厅当厨师 由于长期在高温厨房工作 经常口渴 热得满身大汗 他为了尽快解渴 会一罐接一罐的喝汽水 一天不知不觉 得喝了至少六罐 21岁时 他附病医要进行身体检查 医生竟然诊断他 患上糖尿病 因为他接接吃药 结果肾衰竭 40岁就得洗肾 43岁就要截肢 第六 方便类食饼 快食饼 只有一般讲的泡面 或快熟面 它便宜又方便 煮食 因此很受大众的喜爱 特别有诱惑力 快熟面成分里 添加了许多防腐剂 和调味料 盐分也很高 只有热量 没有营养 不宜多食 第七 罐头类食品 食品要做成罐头食品 需要添加很多货血物质 损坏维生素 也没有什么营养 并且热量过多 会损害健康 罐头食品含有防腐剂 有些还加入大量的盐 遮盖食品难闻的气味 并且能养制 黴菌和血菌的生长 防止食物变色等 第八 化酶粒剑类食品 在腌制蜜剑和化酶的进程 也会产生 其多化学物质 主要危害是 其中有致癌的压硝酸盐 除此之外 还添加了许多防腐剂 香精 色素等 会损害健康 不宜多食 第九 冷冻甜品类食品 许多人爱吃冰淇淋 各种蛋糕等 这些食物含有奶油 及易引起肥胖 高糖量 食用过多亿的糖尿病 人的正常体温是 37度左右 每当我们把冰水 或冰淇淋 刺入体内 就会耗损体内的能量 尤其女性 在生理期的时候 食用冰冷食物 子宫一冷 就会收宿 子宫寒 就会产生 很多妇女疾病 如筋痛等 为了健康 对食物 我们要有智慧的节折 第十 烧烤类食品 众所周知 烧烤类食品 含有许多致癌物质 一只烧烤鸡腿 相当于六只香烟的毒素 烧烤类食品 主要危害是 含有很高的热量 导致蛋白质碳货变性 还有含大量的奔病笔 是致癌物质之手 会损坏肾脏和肝脏 均衡饮食 是维持健康的要素 我们的身体 每天需要 一定分量的营养素 不同的食物 可以满足身体所需 骨裂食物 是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 骨裂如饭 面包、米粉、面条 这些是主食 糙米、麦片 面包含有很多纤维素和营养 蔬菜和水果含丰富 纤维素、维生素和矿物质 能提高免疫力 降低肥胖 糖尿病、高血压等 慢性疾病 风险既有重要作用 新鲜蔬菜水果是人类 平衡膳食的重要部分 奶品、肉、鱼、蛋和豆类 是日常生活中 人体所吸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不过食用过多 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 只能适量的吃 膳食要少油、少盐、少糖 对健康才有益 以上是营养专家建议的 健康饮食今日堂 我们要养成健康的饮食观 引导孩子不飘食 不偏食的习惯 不要自作于自己的喜好 均衡的饮食有利于健康 无论吃什么东西 要适当地吃 吃得太多 暴饮暴食 会造成营养过剩 肥胖症等 拥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更好的生活 工作和学习 能让父母安心 也是在践行孝道 现代医学研究 食物天然的颜色 与营养有密切的关系 颜色越深 营养的含量越多 吃东西的颜色也要齐全 才利益健康 绿色的蔬菜有很多的 铁元素和维生素C 有助于增强身体 抗病力和预防疾病 多吃绿色蔬菜 对肝有益 对眼睛也有好处 也可以治疗便秘 红色的蔬菜 含有对心脏有益的 维生素C和维生素A 能增强人的体力和缓解 因工作生活压力 造成的疲劳 黑色或蓝色的蔬菜水果 可提供大量的花青素 能抵抑炎症 降低患心脏病和癌病的风险 黑色的食物可以养肾 黄色的蔬菜水果 如胡萝卜 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A含量很高 能助进肌体正常生长 保护势力 有防抗癌的作用 黄色的食物可以养肥 白色的食物其特点是 不会使人肥胖 经常食用可以安定情绪 对高血压 心脏病有很好的效果 白色的食物养肺 中医理论把食物的味道 称为五味 不同味道的食物 有不同的作用 一般来说 辛辣入肺 酸入肝 甘甜入皮 苦入腥 咸入肾 现在一些研究表明 辛辣的味道 可以助进血液循环 和新陈代谢 酸味食物可以增进肆液 健脾开胃 甘是甜的意思 甜味是人们最能接受的味道 能增进食意 健脾开胃 消毒紧张等 苦味的食物可以清热 抗菌 消炎的作用 一般人发热都会喝苦茶清热 就是这个道理 咸味可以清热解毒 咸味食物 含点能注进代血 俗语说 敬朱者赤 敬末者黑 因此交友必须谨慎 广交不如则友 朋友不在于数量 而是能够分享与分担 披尺间的快乐与悲伤 友情需要靠心去交 父母最担心 而你不交损友 因为朋友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因此 教育孩子对人的判断力很重要 清静善良的人 眼离恶友 这是择友的职会 善良的朋友 见到我们有过世 能够以理来劝谏 朋友有困难 不相舍弃 而且还可以 及时给予帮助 清静善友对自己的身心 都有好处 不相的朋友会引诱我们 不务正业 走街窜港 为非作百 在生活上放荡 躲落 走上不正当的路 我们要远离这些人 有一天 佛陀和南陀路过一个仪式 佛教南陀用手摸 铺在鱼上的茅草 再绣自己的手 南陀闻后回答说 一般南闻的鱼腥味 入鲍鱼之气 久而不闻其臭 佛说 如果清静恶知事 交不善的朋友 就会沾染恶习 恶友如鱼臭 也会留下恶名 佛又领南陀到一家卖乡的店 这次佛让南陀拿包过香的纸 拿了一会儿 又让他放下 南陀对佛说 我现在手里都是香气 入知难之事 久而不闻其香 不知不觉 就心香了 清静善友 权益默化 就会信息很多好习惯 好行为 自己不知不觉 也会被影响成为有道德的人 人们活在世上 要负起养家户口 需要有工作的责任 俗或说 难怕入错行 佛教我们要节责对行业而活命 第一就是要选择远离杀业的工作 不杀生 不搞 独宰 贩卖 生畜 跨展开来就是不搞养殖业 不补鱼打猎等 甚至是不贩卖 猎枪 杀虫剂等 这些都是和杀业有关的事业 第二是远离酒业 酿酒 卖酒还包货了 麻醉品如毒品 麻烦 摇头环 不投入这些行业 因为这些东西会令人 嗜气 理智 而犯罪 还有赌博 会令人沉迷 无心学习 不照顾家庭 会把经营事业的钱拿去赌博 伤身伤财 最后倾家荡产 这些都是害人害己的行业 第三是远离营业 这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卖银色情行业 古人说 万恶银为首 营业会令人犯深重罪恶 也会招来许多可怕传染病 例如 艾滋病 性病 染上病毒等 经营色情行业 包括色情场所 舞厅 酒廊 拍色情影片 设计 制作 流通 传播色情网站 杂志图片等 这些讯息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对社会无益 你怕嫁错狼 这句话是说 要抉择对另一半 嫁错了 婚姻将不美满 所以要下对抉择 人生才会幸福 两性的结合 都会经过一些过程 一定是从 先从相识 认识了 才发展 相知 互相了解 珍惜 批齿的付出 与关怀 再进入 相细的阶段 批齿 再交往 过程 达到 人生价值观的 共识 再相爱 实际成熟了 获得双方家长的接受和认同 才走入婚姻 有被父母祝福的婚姻 才能幸福美满 能持久 反观 很多不被父母认同的婚姻 大多数都会失败 结婚之后 是不是就结束了呢 很多人说 结婚是爱情的坟墓 这些都是误会 其实结婚是经营 夫妻关系的开始 夫妻关系要经营得好 要能够一起面对生活的圣境和逆境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面对困境时 批齿都不离不去 可以心心相细 好好相处 互相扶持到人生的终点 如酒一成一香 这才是抉择对了幸福美满的婚姻 现在很多年轻男女 从情歌里学男女相处的情况 都是爱得很痛苦 爱得死气化来 往往就被这些情歌误导了 爱是用心去感受他人的需要 他的感觉是温暖的 绝对不会像情歌一样写得很痛苦 所以要这样痛苦的过一生 因此需要有智慧去解责 不要致迷不悟 爱的语言是正直的 他的语言不会一大堆的花言巧语 爱花言巧语的男人不可靠 言以正直的人才踏实 爱的存心是无私的 一个人懂得关怀 爱护别人 同样会对父母 妻子 朋友 甚至对陌生人都有同样的态度 不是控制跟占有 这种占有意 是穿着爱的外衣 在骗人 爱的行为是成全 懂得成全对方善良的行为 美满的家庭才有幸福的孩子 离婚率上升 犯罪率就提高 根据统计 建议里的犯人 大多数来自不健全的家庭 由此可见 幸福美满的家庭 是建立社会安定的基础 佛陀讲经49年 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 活原时 佛在菩提树下得到以后出说 活原经 共说了21天 第二 阿含时 佛道路也愿为 不必求说法 过后一次到各地 说了12年 阿含经 第三 方等时 佛看到阿罗汉 地之佛对于四地 十二因缘 教法都能领悟 也能够依教修行 断见识烦恼 并迎小乘人入大乘道 说了八年的方等 第四 波罗时 波罗是智慧的道理 大波罗经 共有六百卷 佛在广说 波罗庙会 修六度万恨 自欺无上菩提 波罗经 佛共说了22年 第五 法活 逆潭时 佛在法活 经说 唯有一成法 无恶亦无三 唯有方便说 借座在用一天的时间 说《涅槃经》后 就入大涅槃 正入不生不灭 长寄光净土 佛一生讲经 四十九年 用了22年 说大波罗经 可见的 波罗是佛法的核心 学佛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启发智慧 佛教常讲 贪嗔痴是三读 是人们的烦恼 是一切既定的定根 也是多三二道的根 在现实生活环境中 锻炼自己 考验自己是否能 抵制烦恼的力量 考验自己的定律如何 所谓群修戒定会 熄灭贪嗔痴 在贪嗔痴前面 这定律能不能起作用 这贪是三读的源头 贪不着就撑 执着已 贪就有了吃 费不着 贪不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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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欲有很多种贪财 贪色 贪明等 只要有了贪心 我们就会失去理智而犯罪 比如枪欠别人的财物 当我们的所作所为被删毒去使 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苦果 贪被定义为永不知足 持戒没有力量就容易取贪心 戒是规矩 竭力 守法 不守规矩 不能成就 守规矩 心定下来了 它就起造的作用 才能深知智慧 硬没有力量就容易取称心 通常生气 称恨 喷怒等都是称心的表现 称心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和人际关系 造成负面影响 也使我们在生死轮回中不得解脱的重要原因 称心使内心躁动狂乱 不得安宁 称心能破坏心灵的平静与喜悦 美国生理学家 艾尔玛教授做试验 他收集人们不同 情绪发出的气 放入水中化验 发现生气时 呼出的生气水 沉淀后变止色 把生气水注射在老鼠身上 几分钟后 大白鼠就死了 该试验证实 生气对人体危害极大 心平气和的汽水化验 水沉淀后 无染无色 清澈透明 会没有力量 就容易移吃 具定会的力量 要在生活环境中来养成 畸形是定会的根基 如果我们没有畸形 定不能成就 会更谈不上了 智慧是洁悟出来的结果 知识是学习得来的结果 定会是主要的目的 是要了解一切法的真相 对于宇宙生命中 对于宇宙生命种种事项 圆融的了知 现在我们总结如何把六度落实在生活中 夫妻群力工作赚钱养家 是外财布施 太太打扫物质 让一家人有干净的环境 记住 煮饭给家人吃 为这个家庭所有的人服务 是内财布施 法布施是教育儿女 与家人分享我们的知识与经验 五位布施是当家人生病 或有不安时给予安慰 平时与家人和睦相处 互相照顾 生活安稳快乐 没有后顾之忧 这些都是无畏不失 父母在家里教儿女遵守规矩 生活取决有规律 有道德规范 家庭传言 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是慈悸 家人相处之间 披耻互相容忍 宽恕 忍让 就是忍辱 夫妻努力工作 提升生活水平 如理如法地改善生活环境 提升自己的伦理道德与智慧 而你用功读书学习 这是精进 家人生活安逸 精神放松愉快 心地安定 不轻易被外面环境影响动摇 这是禅定 处事待人接物 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 不含糊 不迷惑 思维理智 这就是波罗知会 六度 善巧方便地应用在生活上 家庭幸福美满 安乐和谐 六度就严满地分享到此 感恩 谈香周日佛学般给予机会 细讲 如有说得不妥之处 请各位老师师父多多指教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取愿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世界和平 愿大家平安吉祥 父会增长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知会真明了 普愿追障细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感恩大家 再见 阿弥陀佛